人氣莊園第一名 感謝各位的幫忙 只有前十名才有的多色餅乾地毯 我已經多到沒地方放了啦 先來領一下獎勵好了 王牌設計師 安裝一下稱號 雖然只有七天啊 嘿嘿 開心 除了玫瑰花還可以送人 送人增加友好度 可以選擇禮盒 記得要開啟莊園的參觀喔 這樣子營地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傳送過來 然後這邊就隨便選一下 然後邀請營友來家裡示範 按讚 交水 那這三個選項呢 按讚的話是加24 金條的話是40 按太陽佔50的話是116 差那麼多啊 自美食加10 然後澆水除草加4而已 所以格子越少的話是加的就越多吧 相對的越少的話呢 就是要課金 而且我們現在第二跟第三 大概就是苦力活了 各位 我這個小麥種呢 已經累積了 小麥種子呢 我可是累積了三個多月啊 五百多個啊 別看我現在 出現的是119 已經中了一大半去了 烏克的朋友呢 記得連找到鳳梨一起買喔 然後佔4格的薑果種 兔子4兩圈也可以 可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小麥 因為小麥收割的時候是比較快的 還有8格的挖礦機 金枝麵粉又可以換新幣跟做美食 瞧 好 7000多 可以邊用採集無人機採收 然後另外一邊呢是 自己在那邊種這個小麥種子 如果你本身是克老的話呢 就買玫瑰花吧 一株30太陽幣 一片大概108格 等於30 就是3240 哇 差不多就是一單啊 然後配合營地科技 開生物多樣性 繁榮共振 然後搭配高匪呢 就是7 然後暴擊的話是14 那如果一般沒有的話是6 暴擊是12 有暴擊就是賺到了 那平民的部分呢 可以找夏冬良購買 這個每日限購 記得要多多做這個營地的貢獻 每週 有2000貢獻 然後營地打開喔 加150 有些還是要特殊今年 學習才可以購買 那就趕快來購買吧 以上感謝你的收看 希望有 希望有幫助到你喔 我是江江 大家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好 我們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